欢迎来到我们的汽车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穆子 今天我们有几条令人瞩目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是关于超富豪们如何保护他们的豪车收藏 Shane Automotive在盖特威克机场附近 推出了一个价值150万英镑的汽车存储设施 号称是英国最安全的 这座占地5万平方英尺的建筑配备了10英尺高的安全围栏 指纹识别和24小时监控绝对是豪车们的堡垒了 接下来是特斯拉的最新动态 特斯拉已经停止接受最便宜的Cybertrack订单 这款售价约61,000美元的后驱车型已经不再提供 取而代之的是起价99,990美元的版本 虽然特斯拉在第二季度交付了8,755辆Cybertrack 但库存中仍有大量更昂贵的版本未售出 看来特斯拉正在重新调整其市场策略 最后我们关注一起悲剧性的车祸事件 警方正在调查周日晚上在Fy发生的一起车祸 这起事故导致车内乘客死亡 事故发生时 一辆白色奔驰AMG C43离开了道路 紧急服务人员赶到现场后 确认车内人员已死亡 目前警方正在呼吁目击者提供信息或行车记录仪视频 以协助调查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Telegraph报道 随着汽车犯罪问题的日益严重 普通车主们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来保护他们的车辆 比如车库 方向盘索 法拉地带和弹出时路障等 然而 对于那些拥有经典或超级跑车收藏的富豪们来说 他们的安全措施更加严苛 Shire Automotive公司最近推出了一座能够容纳590辆汽车的新型储存设施 这座占地5万平方英尺的设施位于M23高速公路旁靠近盖特维克机场 为了确保这些价值连城的汽车安全 设施配备了高科技安保措施 比如10英尺高的安全围栏 多重监控摄像头和生物识别技术 而在美国 著名的Fortnax金库则以其无与伦比的安保措施闻名 周围有多重电动围栏 厚厚的昏宁土墙和24小时巡逻的士兵 Yahoo US报道 特斯拉 Tesla 已停止接受其最便宜的赛博卡车 Cybertruck订单 这一举动暗示了对更昂贵车型需求的担忧 特斯拉的赛博卡车在市场上表现良好 第二季度售出8755辆 但与其年产20万辆的目标相比 这一销量仍显不足 分析师Sam Boosemite表示 特斯拉在推出低价车型时 往往会延迟获紧限量供应 当前的赛博卡车订单转换率 似乎低于行业标准 导致大量高端车型库存积压 Aboosemite认为 大部分真正想要赛博卡车的客户已经够车 未来销量可能会趋向于Model S和Model X的水平 尽管如此 特斯拉停止销售低价赛博卡车 并不意味着它会永久消失 预计可能会在2025年重新上架 BBC报道 苏格兰法复地区发生了一起致命车祸 一辆白色梅塞德斯AMG C43在B914公路上失控离开道路 车内人员当场死亡 警方尚未确认车内具体人数 并正在进行全面的事故调查 法复道路警察队的詹姆斯 亨利警官呼吁公众提供任何可能有助于调查的信息 尤其是当时在现场的行车记录一视频 事故发生后 相关道路已关闭 以进行事故调查工作 Yahoo US报道了几起不同的案件 周五下午3点41分 警方接到报告称 在100 Fountain Street 有一名女子向一名青少年提供糖果 并让她闻一闻 周六晚上 33岁的Thomas Edward Tobin 因Steel County的逮捕 另在Oden被捕 同晚 39岁的Hipper 因违反命令 在Clarke's Grove被捕 周日晚上7点07分 警方接到报告称 有人在Albert Villa附近的玉米田里驾车造成损坏 周五下午1点16分 位于711 Water Street的一处房产 被报告遭到入侵物品失戒 周五晚上6点33分 61岁的Thomas Clayne Carroll 在1219S Newton Avenue 因行为不减 被警方传唤 周六下午2点47分 1022S Newton Avenue 发生入室盗棋案 周六晚上10点26分 26岁的Ashley Rose Dunkelberger 因本地逮捕 令吉袭警和暴力阻碍 指控在525Commercial Street被捕 周日早上8点07分 一辆车在809Pillsbury Avenue 被喷漆 周日下午3点15分 警方接到报告称 在210亿Front Street 有骚扰限制 令被违反 BBC报道了一名男子 因在家中持刀抢劫一名70岁女子 而被判处16年半监禁 Nitty Taylor 在2023年9月用棍子 砖块和刀威胁受害者 如果他不交出车钥匙 就会杀死他 受害者在自卫时手部受伤 Taylor承认在 Stafford Crown Court危险驾驶 未经车主同意驾驶车辆 和破坏财产的罪行 警方称 他在现场逃走 带走了50英镑现金和家中的食物 他次日在Woverhampton被发现 撞击了一名警官的车辆 并冲破RF Cosford的大门 在被捕时 他试图与警察搏斗 受害者的家人 对初步响应警官的处理表示感谢 并对负责调查的警官 在过去10个月里的不懈支持表示感激 除了监禁 Taylor还被禁止接近受害者 并被要求重新参加驾驶考试 Yahoo US还报道了一起 涉嫌袭击案件 周六下午 33岁的男子报告称 在YPO的车辆内遭遇袭击 下午一点刚过 哈努路警察局接到报告 1点25分 警方在Kauka Boulevard 逮捕了一名62岁的男子 涉嫌未经授权 进入机动车一度罪 根据哈努路警察局的预定日志 嫌疑人被捕后已被释放 等待进一步调查 多伦多星报报道 受联邦和省级政府 总计6430万加元的补贴吸引 固特一公司将在安大略省 纳帕尼投资5.75亿加元扩建工厂 生产电动汽车和全地行车轮胎 这项投资将确保纳帕尼 现有的1000个工作岗位 并在2027年前 创造200个新的技术岗位 特鲁多总理和福特省长表示 这项投资将进一步推动 加拿大电动汽车行业的发展 特鲁多强调 这次扩建不仅会创造制造业工作岗位 还将使用现代技术保持空气清洁 福特则指出 这次扩建是安大略省电动汽车行业 不断增长的又一重要推动力 展示了省政府与联邦政府的良好合作关系 古特一公司表示 其纳帕尼工厂将在204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 比沃泰华的目标提前10年 《独立报》报道 法拉利车手夏尔 勒克莱尔认为 跳动问题影响了法拉利 在2024年F1赛季的进展 勒克莱尔在摩纳哥大奖赛中获胜后 成为了马克思 维斯塔潘最接近的冠军竞争者 然而 此后法拉利在接下来的六场比赛 终未能再获胜 勒克莱尔仅获得一次领奖台位置 他指出 从西班牙大奖赛开始 车辆引入了一些新的改动 导致了跳动问题 使得车辆表现不稳定 勒克莱尔表示 他在过去四场比赛中 采取了非常激进的设置 但由于车辆的不稳定性 这种方法并未奏效 他认为 正是这种不稳定性 导致了法拉利在最近几场比赛中的表现不佳 目前 勒克莱尔在车手积分榜上排名第三 落后维斯塔潘100分 美联社报道 神秘的街头艺术家班克西 在伦敦发布了一系列 以动物为主题的新作品 其中包括一幅看似犀牛爬上汽车的壁画 这是他过去一周内发布的第八幅动物主题作品 其他作品包括大象 山羊 狼 和蹄虎等 班克西在他的Instagram账户上 每天发布一幅新作品 引起了广泛关注 最新的作品 位于伦敦东南部的查尔顿 描绘了一只犀牛爬上一辆破旧的汽车 此前 他在伦敦中央形势法院附近的 一座警察港亭上创作了一幅食人鱼的作品 引来了众多围观者和自拍者 班克西的作品 常常在发布后不久 就被建筑物所有者移除或被盗 这次的狼图案 也在发布当天 被人拆除并带走 班克西从在布里斯托尔喷会建筑物起家 如今已成为全球知名艺术家 其作品在拍卖会上 卖出了数百万美元的高价 CBC报道 一名39岁的男子 在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贝尔维尤附近 发生的一起单车事故中受伤严重 于周五去世 此前 车内另一名40岁的女子 在事故现场当场死亡 皇家加拿大奇警表示 这起事故发生在周四 当时一辆SUV在横加高速公路上翻车 车内两名乘客因为系安全带被抛出车外 警方尚未披露事故原因 并表示将继续调查 另一篇CBC报道 一名78岁的女子 在夏洛特敦发生的一起 与医疗紧急情况有关的事故中丧生 警方表示 周六下午3点30分左右 SUV司机因突发医疗紧急情况失控 车辆撞上了一个公用电线杆 这名女子当场死亡 司机和另一名乘客 被送往伊丽莎白女王医院接受治疗 夏洛特敦警方 消防部门和岛屿急救服务 响应了这起事故 并感谢现场提供帮助的下班护士 市民以及一名值班的皇家骑警官员 事故导致该繁忙区域交通中断 并造成数百名客户断电 Yahoo US报道 埃隆 马斯克将于周一晚上 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X上 与唐纳德 特朗普进行公开对话 这是马斯克在今年7月支持特朗普后 两人首次公开对话 此前 马斯克一直投票给民主党 包括2020年大选 但他的政治立场逐渐向右倾斜 尤其在公会化劳动和移民政策方面 表现出批评态度 这次对话可能帮助特朗普 吸引硅谷附近的选民 尤其是那些像马斯克和共和党 科技大亨 彼得 蒂尔一样 看到特朗普与JD 万斯组合 在科技监管方面的潜力的选民 为了避免技术问题 马斯克在对话前进行了多次测试 卫报 在埃隆 马斯克接管推特后 研究人员和选举官员担心虚假信息的泛滥 会导致威胁和骚扰并破坏民主 事实证明 他们的担忧是对的 马斯克本人已经成为这些虚假信息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这位科技亿万富翁 对投票机和邮寄选票提出质疑 并多次声称存在大量非公民投票 这在此次选举中是共和党常见的论点 马斯克计划在周一采访唐纳德 特朗普 两人肯定会在这些选举阴谋论上找到共同点 自接管推特以来 马斯克恢复了许多被前任所有者封禁的账户 包括特朗普的账户 尽管特朗普还没有积极返回平台 金融时报 根据金融时报和密歇根大学的民调 更多美国人信任卡玛拉 哈里斯处理美国经济问题 而不是唐纳德 特朗普 民调显示 42%的选民在经济问题上信任哈里斯 比特朗普高出一个百分点 这标志着在乔拜登上个月宣布退出白宫竞选后 选民情绪的急剧变化 尽管特朗普的支持率与上个月相比没有变化 但哈里斯的支持率相比拜登在7月的数据提高了7个百分点 哈里斯在他的总统竞选活动中 还没有公布他的经济政策平台 民主党人警告他和他的竞选搭档 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 必须在共和党将经济问题重新带回竞选前 巩固他们的经济信息 加拿大广播公司 周一凌晨 一辆车在安大略省西南部的斯台普斯社区附近 撞上一栋房子 车内四人被送往医院 其中一名乘客是7岁儿童 安大略省省警表示 事故发生在凌晨一点左右 地点位于77号公路和8号县道交汇处 车内四人受伤 但伤势不危及生命 房子内没有人受伤 警方正在调查这起碰撞事故 并呼吁目击者提供线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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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